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 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周三的一个剑会的一个比赛 观战番的话是来自我们钓鱼岛的一个服务企业 对面的话是号称第一三宫指挥画碗的一个三宫的一个团队 对面的话三宫团队的话也是在我们对吧 三宫界里面比较出名的一个团队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 观战番的话首先的话还是对吧 比较龟缩的一个打法呀 画身的话拉了一把反应圈对吧 没有选择跟对面应对 观战番的话是一把虎阵的一个极限大客 对吧 虎阵本身加成伤害就非常高啊 对吧 30%的一个加成加5%的一个小客 说大客也不为过 好吧 对面的话直接下来的话直接对吧 我跟你说英雄不论出处啊对吧 直接开局就是要点你的一个生命 我觉得的话应该有啊应该应该能有 应该是四个杀人力批吧 应该这个水线的话也好像应该也神不太做 OK 两刀要六三打出 打出两刀要六三之后的话 对面力批宝宝是力批还是高年呢 我们来看一下力批不可能这么慢吧 哦呦 观战番这操作两个宝宝还有敌血的操作 高年 高年级死亡召唤套的那种 哎呦对面这操作两个宝宝给两个法系卡血 还卡了一个小四海指挥 复战指挥还是复战指挥啊 说句行李话真的 真的 对面宝宝会飞机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阵容啊 如果说观战番第一把没有点倒对面的话 地府是有一把环拳之息的机会啊 地府百分之百是要抓的我跟你说 OK打出第三把163 那下一把163的概率只有20% 对面的话是百分之百要抓的 地府 一束地府 砸钱还是抓环拳之息 我觉得可以保留一把环拳之息啊 砸 砸钱不行嘛 163神用之后的话只有163点血 拿个落宝砸一下不行嘛 为什么一定要抓呢 这抓的话可以留 留给下一次啊 因为地府的这一个 手抓三害会高一些啊 就后面的抓三害没有什么高 OK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比赛 比赛的前面两回子 顺利点倒观战番的一个陈本林 一个法系的话是发挥不出威力的 所以说的话对面的话应该是准备要冲刺了 对面的话是一个斯多领斯多领 加宁波城的一个阵容 然后的话观战番的话也是 首先封对面的一个宁波城的一个单位啊 因为比较怕宁波城起真军嘛 真军上还高啊 现在的话驼子虚弱啊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 宁波城有没有起真军的这么一个操作 观战番的话 稳还是稳啊 观战番的话 嗯 风系一二所对面的话 虽然说是一个风系啊 不过对面的话风系是地府对吧 地府的话小子丸的话 也是封印手段之一嘛 就说的话观战番的话 是一个风系一二所 应该能够空得住场好吧 一把 一把犯下 一把封印对吧 三弓只有两弓能够出手 我们来看一下宁波城 看一下对面的这个宁波城怎么说 破甲 花生走破甲 先铺垫铺垫 铺垫 林波城 林波城选择用了一个单体的技能 提升一点战役啊 五点战役 五点战役的话 应该下一回合应该是有一个六点战役啊 六点战役能够翻江倒海 翻点次啊 不过 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 石头你好像天正的 石头好像飞不太动啊 飞不太动 林波城要起身军啊 你没有一个潜力的一个 三害突破点的话 对吧 没有一个潜力的三害突破点的话 对于珍宝阁这种复战团队来言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没有那种意外情况啊 就是说一刀一万啊 就突然爆毙啊 我感觉 这种平均三害啊 想把珍宝阁冲垮的话 我觉得 好像比较困难 而且珍宝阁这边的话 双风双秒啊 兄弟们 下一回合 这神不灵四成风灵 四成风灵兄弟 要开秒了 哥 这个斯多宁 还行嘛 化身看行好啊 化身的话 也是用了一个小技巧啊 化身的话 没有选择叠火血 用了一个 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的话 就是在佛法无边的状态下面 推雪的话 血量会稍微推得多一些 比赛来到第五回合 第五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番的话 风景处有没有什么改变了 连把大风卷对面没了 这边出来一个先例激发 我们主要看一下 虎头卫这个 法系的这个伤害 初法术暴击 风卷残云 伤害必破一万 五成风灵 五成风灵 虎头卫 加先例激发 如果初法术暴击 不破万 我真的 炮哥吃死 过年都吃死 真的 兄弟 对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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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有罗汉除外 有罗汉的话 吃不了 兄弟们 很难吃 OK 推雪 1600 应该会用风卷了 应该会用风卷了 对吧 先例激发 清三叠 没有用风卷就不亏啊 没有用风卷的话就不亏 我们来看一下 队长位 可以 舒服啊 没有用风卷 那舒服啊 那没有用风卷的话 我跟你说 还能够再存一波风灵 那对面 就我跟你说 对面什么时候输呢 就对面 对吧 三回合 罗汉时间一到 就要Game Over 我们就看一下对面 好吧 看一下 对面 对吧 什么时候Game Over 好吧 什么时候Game Over 罗汉 时间一到 我就这把PK的话 成败已经不重要了 这把PK 兄弟们的看点是什么呢 就看炮哥吃不吃死 就完了 好吧 OK 这个时候 下一回合 观战番六层风铃 六层风铃 极限大风卷 如果说出法术暴击 三害不破 真的 真的 大年初一都开个直播 吃死给兄弟们看 OK 对面 林某城 对吧 觉得三害不够 起了一手真军 不过对面这个林某城 起真军的话 没有起心如明镜 观战番的话 方式压速啊 对面起真军的话 也不太好出手啊 得 两个辅助 保得好才行 什么化身醍醐 水晶啊 地府水晶啊 不然林某城也是不太好出手 我是观战番指挥的话 观战番指挥下一回合起盾 或者是封对面两个 要么起盾 要么封对面两个 起盾就没有意外 我们来看一下 这猫哥指挥怎么做 对面说你 别生五回合的 三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的话 冲刺无间地狱 对吧 果然起盾 对不对 对吧 起盾 起盾是最稳的 你知道吗 对面化身药保宁波城 破血环弓 哎呦 破血环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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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速度装冠 对面还想争取一把 吃含的机会啊 不应该破血环弓啊 我跟你说破血环弓 没有三下加成 你知道吗 对面 应该用 应该走金炮啊 所以说兄弟们 能够看得出来啊 为什么 对吧 现在对吧 带宁波城的队伍 点宁波一个斯托 比较多 就是这个原因啊 斯托宁真的 你碰见这种 看心好的 就没有三害啊 没有三害 OK 起秘论了兄弟们 铺垫 OK 下一打 第八回合 观战番 先给兄弟们介绍一下 观战番 珍宝哥 第一层不宁 对吧 五层风宁 加秘论 加虎头位 这他妈给谁的呀 加虎头位 加前提起发 还好这一个 见三害的一个射魂 不是给神木灵的 好吧 如果这把神木灵取秒 出法朱宝机 不后万的话 我是死真的 就三害已经叠了 不能再叠了 来兄弟们 连把大方卷 五层 六层 一个六层 一个五层 兄弟们 看三害就完了 对吧 宁波城 我操 也猛啊 对吧 宁波城 有真军四谋 来来来 兄弟们 注意看三害 斯多尼 不会善行吧 注意看三害 这边用的是落叶萧萧 秒了一万三 没有用风宁 这边还是用的 落叶萧萧 用风宁了吗 用了用了用了 这边的话 虎头侧一位 秒了一万三 我们来一看 主阵位啊 主阵位有秘论 加仙女激发 风卷不破万 我吃死真的 哇 宝宝有神了 宝宝有神 三害太高 宝宝有神了 OK 连马去秒啊 连马去秒真的 连马去秒 直接打开局面 OK 化身一推 稳得住啊 关键版的话 风隙压缩 稳得住 控得住啊 对面的话 罗汉也是 不太好罗 宁波城没有真军了 你看 没有真军 非一千五 对吧 有真军 非四五千 真军这个效果 这个时间太短了 要效的话 不持续啊 兄弟们 面对这种传统法系的话 我真的 真的 你真的 没办法 我跟你说 传统法系 打这种顺风局 真的 我跟你说 清场特别快 OK 对面的话 应该要放弃了 对面的话 对吧 残留的一个化身 地府的话 没有一数 化身出归数的话 也没有意义 差不多可以放弃了 好吧 喜欢看梦幻 谁有解说的 就可以给大头 点个关注 因为现在 复战改版之后 没有女巴木了 比赛的话也是会更加的精彩 就兄弟们 对吧 闲暇之余的话 可以 对吧 给炮哥点个关注 来看一下炮哥的一个解说视频 我觉得自认为还可以 就兄弟们 有一些跟建议的话 都可以提 我都会虚心接受 兄弟们 OK 最后一回合 这妈出手 也得秒 真的 对吧 这PK态度的话 反手就给对面 点个赞 兄弟们 不像有些队伍 看见真宝哥就逃跑 没意思 对吧 要有念 要有念见精神 都是热血男 对吧 对吧 对?.. 对 对